台湾单日确诊标到全球第一 没想到蔡总统近在脸书发文说 防疫团队成绩相当好 新北市长侯友宜开唱蔡总统 绝对不是这么回事 更炮轰中央从居隔到确诊认定 杂乱无章 做事情要有节奏有章话 不要推出来的时候又一场混乱 再大的量能都经不起你的政策 一而改再而改三而改 罗友炸裂炮轰 天天五六万叫成绩相当好 当总统真的好意思讲 当人民都是傻蛋吗 光看我们单日确诊 一天破六万 世界确诊数排名第一 当国外免费拿快筛 台湾人却在排队抢快筛 连PCR筛减量能都不够 民嘴炮轰 蔡政府怎么有脸自夸防疫好棒 在大陆有很多个火眼实验室 他一天能够验两百万 一百四十六亿两年多了 我们现在PCR的量能一天是22万 世界怎么赶得上台湾 人家一个火眼实验室一天做两百万 台湾只有22万人 那为什么他把PCR量能压在那里 你为什么不能多做一点呢 若上蔡总统说的台湾防疫 真的这么好 为何医护和百姓怒呛蔡政府 政府是要虐待我们医疗人员吗 政府是要虐待我们医疗人员吗 蔡先生到底放屁 政府准备不足却要百姓和病毒共存 当疫情海啸来袭 漂流在苦海的百姓 听到总统的自夸 眼泪都不知该流到哪里去 记得张照们的一璇台北报道 我们要告诉大家 我们有优惠我们中天的网友 这些东西都可以在我们快点购网站上投来购买 现在有三种不同的好康组合 购买的时候呢 不要忘记我们有非常多的这个折扣代码 可以给大家来输入 可以享有一些优惠好康 我们下一个优惠好康